两千年前 秦汉时期 海上丝绸之路 六百年前 正和七下西洋 清朝 海晋带来的衰落 1984年 中国帆船方法运动协会 加入国际帆点 中国民帆船才是 开始崭露头角 在人们的认知里 航海是一件很风光的事 然而 最初的中国被翻船赛 是从一艘船 一次充满浪漫主义的 启航开始的 因为我们是土地文明的一个国家 那几千年的经验告诉我们 我们生活方式就是在路里 我们离海洋其实很远 所以现在突然转过身来要走进海洋 其实是需要时间的 我觉得世界上很多的事情 历史它都有某种偶然性 但是可能这种偶然间又寓意着一种必然 我记得第一次做三体翻船的时候 就完全颠覆了我们以前对海洋的认识 2004年我和那真正的一张玩法的朋友 在法国订过了一艘七十号双利班船 这艘船叫七十号 那这个过程我们把它要送到四海 那这艘船最终经过我们的商议呢 是把这艘船从法国的拉罗谢尔开回深圳 从拉罗谢尔到深圳 从七十号到中国北 这艘船不仅见识了世界 也让世界见到了中国对翻船的热爱 中国首个国际大翻船赛事 就这样在不经意间窗间 我们发现那一年 是正合下新阳600年的历史 能够把中断600年的航海文明 航海文化 通过我们的暗号能够把它连接起来 所以呢在这种使命感之下呢 我们就觉得可以开始深入地去观察 了解国际的翻船这个产业的发展 是因为有了这次洲际远航 才有了我们后来的中国北翻船赛 当然在那个时候我们并没有想到过 这可能是中国大翻船运动的一个起点 海上骑士不仅象征了梦想和冒险 更藏着开拓和执着 一旦出发 世界就是自己与海 作为船长 在大海保持着起风对手的默契 用绅士般的风度 去欣赏它的平静与美好 用自由的灵魂 去享受它的热衬和辽阔 用开拓着的魄力和胸襟 去经历它的风暴狂浪 在2005、2006年开始筹划的时候 当时没有很多泛船的比赛在中国 在内地很少 第一届中国杯的时候 所有工作人员很紧张 很没有技巧 很没有技巧 现在你可以看到 所有工作人员是很松懒的 衣服地去做某一样东西 航海在中国有几千年历史 而中国杯的十年 续写了六百年前中断了的辉煌 最初是为了自由 最后却是坚信 中国杯用它旺盛的生命力 推动着中国大帆船运动 在它周围慢慢团结了一批 热忱的帆船爱好者 而这支队伍还在继续壮大 在中国再次掀起一场 蓝海文化的梦想 在这个过程中你觉得内心变得更加丰富了 你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更加清晰了 你自己变得更加的勇敢和强大 中国杯的比赛是中国帆船上面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舞台 只要是玩帆船的大家都想上了两个墙 如果说驰骋海洋的梦想已经实现 那么把征服蓝海做成事业 就是下一个梦想 十年坚持 十年坚守 走过这一场纵横的迁没 最后终于所有的梦想终将照进现实 实际上这十年的我们是一个探索的过程 其实探索也就意味着你也是不断地在试错 在调整 把这个赛事做得更加的纯粹 更加的专业 但是在最后十年之后 它是很可恶的 没有什么 现在它是一个非常动静的 非常动静的 非常动静的 我来到这里 因为中国杯是最 popular的 船船在中国现在 它是一个游戏的 它是一个游戏 它是一个游戏的 它是很好的风 像你所說,有很多好競爭 Emirate Sea New Zealand到了中國 Cup 因為我們覺得這是一個好機會 去推廣 New Zealand 和Emirate Sea New Zealand的品牌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來這裡 這裡是非常棒的 這就是一個最好的活動 我超過世界的活動 然後我們來這裡 我不會再次會再次一次 努力支其甲 用堅持含起號角 送新的希望出發 沿著夢想的航線 接力遇風者乘風破浪的勇氣 讓下一代傳承航海的精神 在世界的航際上閃光 讓孩子稚嫩的手 也能揚起勝利的飯 我第一次接觸飯船 坐上去的時候 其實那些浪有點大 其實有點害怕 學會就不要怕那些大風大浪 通過航海 通過飯船賽 讓更多的人了解飯船 了解飯船運動 從而更多的參與 當為什麼歷史 可能命運 選擇了我們這樣一群人 去做這樣一件事情 這個也許要等到 在二十年的時候 你再去看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你沒有選擇的權利 在登山的時候 可以選擇停車 去跑馬拉松的時候 我可以停下我的腳步 到當你在航海的時候 沒有辦法選擇停車 希望在未來 中國杯飯船賽能帶應的 中國航海事業繼續前行 讓我們一起祝福 中國翻船輝煌的明天 中國杯加油 對中國杯的十周年 表示忠心的祝賀 我們祝福中國杯越慢越好 也希望它能辦成百年 我祝福中國杯變成 全球最好的翻船比賽 對中國駅 我們是最大的海駅 我們是最大的海駅 我們在亞洲 最大的海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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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你全世界的海駅 也希望 中國杯繼續努力 下去 中國杯加油 智力更生 更上一層樓 希望更多的家庭 走進中國杯 我愛中國 我真的最新的中國杯成為 一大門賽事 第十年 我希望它是十全十美 中國杯十年魔劍 再駐輝煌 我希望未來的中國杯翻船賽 能夠成為一個更大更好的連接器 連接更多的愛航海的人 大家都能在這裡找到更多的價值 更多的歡樂 最新的海駅 做世界的夢 我們給各位走出去 一綜合下西洋以後 再造中國人航海事業的會合 祝福中國杯在十年之後 越飛越高 越走越遠 為我們深圳 國際化城市 滨海城市的建設 做出新的更大的進行 期待著未來的十年 有更多的新選手 我們的老朋友 共同的參與中國杯的客廂 下一個十年在家 只有半月還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